這邊我們要教的東西叫做發酵 發酵就勢必用酵素的催化作用 讓我們的有機物產生分解 如果我們要講難聽一點就是 操身體的意思就是東西操身 壞掉腐化腐敗被分解 只不過他分解得剛剛好還可以繼續吃繼續喝 說不定還有一身心健康而已 他就是操身體的意思 所以叫做發酵 像我們要教的什麼酒、醋、醬油、乳酸精飲料、發酵什麼 都是透過發酵 透過酵素的催化作用 讓我的有機物分解 第二教的東西叫做酒 酒就是還有酒精的飲料叫做所謂的酒 基本上分兩種 一種叫做釀造酒 一種叫做蒸餾酒 釀造酒就是把水果、乳類拿來 經過處理在一個密閉的環境中 所以基本上是缺氧 所以它的反應是不需要氧的 然後呢把它分解 然後產生酒精這個一個方程式 文化糖經過酵母菌變成乳醇 就是酒精加二氧化碳 所以做酒出來之後會有二氧化碳 那你平常比較明顯看得到就是香檳 痛爆爆出來 爆出來 二氧化碳 其他的二氧化碳都會排掉 所以都比較看不出來它會產生二氧化碳 那麼這個反應你不需要氧氣 這個反應你不需要氧氣 不需要氧氣 叫做釀造酒 釀造酒通常都會有一些顏色 因為它還有那個水果、果皮啊 或什麼之類的顏色 通常會有一些顏色 所以有顏色的酒 通常都是釀造酒 釀造酒 因為叫釀造酒 就是把釀造酒重新再釀造過 讓它再跑出來 再收集到 就叫做釀造酒 像米酒或高粱酒 歷史上 曾經在參考書上一直寫 米酒是釀造酒 那個米酒是釀造酒 指的是原住民做的那種小米酒 是釀造酒 公賣局賣給我們那個叫做釀造酒 上次為了炒它那個酒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翻出來 它那個酒是釀造酒 那麼這個是因為真的煮出來的 在收集過來的 所以它通常都是沒有顏色的 白酒 通常是沒有顏色的 但是有例外 威士忌就是一個例外 還有白蘭蒂也是一個例外 威士忌的話 那你要會點咖啡咖啡色深色 那個原因是因為它把它放到橡木桶中 吸收了橡木桶的日月精華 所以有顏色 那麼你看到那些什麼 有分場XO級 VSO VSOP等級的那些東西 就它放在橡木桶中的時間 放在橡木桶中的時間 那樣的酒是 但是理論上是放在橡木桶中的時間越久 那個酒就會越香醇 然後越高檔 或什麼之類的 你把它裝到瓶子裡以後 再放了十年二十年 也不會提到它的等級 要放在橡木桶中 才會提到它的等級 它的顏色 它通常就是白酒 蒸餾酒通常都是白酒 沒有顏色的 但因為它是蒸餾過再收集來 所以它的酒精好像怎麼樣 因為含量比較高 因為含量比較高 好 釀造酒的含量比較高 像啤酒 那種釀造酒的含量比較低 那麼我們的蒸餾酒 比較高 白酒酒精程度比較高 那我們通常是用 體積百分濃度 我們曾經跟各位講過 所以呢 二十度 就是百分之二十的意思 就是一百毫升的酒裡面 有二十毫升的酒精 所以你去買一個五十八度的高粱 什麼意思 就是你如果喝一百毫升下去 你就喝了五十八毫升的酒精 通常的啤酒的是大概四到五 大概四年五四到五之間 所以你喝一百毫升的啤酒 大概就喝了四毫升到五毫升的酒精 可是如果你喝的是高粱 就是五十八毫升的酒精 五八度的話 這個偶爾會有人出計算 這個偶爾會有人出計算 那這個計算跟當初的 重量百分之二的計算是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 就這樣了解一下 有關於酒的部分 喜歡問的問題就是 蒸餾酒跟釀造酒 誰的酒精含量比較高 然後偶爾讓你算一下 啊我的 我標示我是二十度的 我是二十度的酒 啊請問你我喝了六百毫升的時候 請問你我喝了多少酒精下肚 就這樣子 很簡單一些小問題 OK